帝茂德前书第三章 谁若想望监督的职分 是渴望一件善事 这话是确实的 那么监督必须是无可指摘的 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 有节制,应慎重,端庄,好客,善于教导 不嗜酒,不暴力 而应温良和善,不贪爱钱财 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庭 使子女们服从,凡事端庄 时若不知管理自己的家庭 如何能照观天主的教会 不可是新奉教的 怕他妄自尊大 而陷于魔鬼所受的判决 并且在外人中也必须有好声望 怕他遭人诽谤,落入魔鬼的罗网 执事也必须端庄 不一口两舌 不饮酒过度,不贪赃 以纯洁的良心,保持信德的傲计 这些人应当先受试验 如果无暇可指 然后才能做执事 女人也必须端庄 不缠棒又节制 凡事忠信 执事应当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 善于管理自己的子女和家庭 因为善于服务的 自可获得优越的品位 而大胆地宣扬基督耶稣内的信仰 我虽希望快到你那里去 但我仍把这些事写给你 假使我迟迟不到 你可以知道在天主的家中 应当如何行动 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基础 无不公认 这前境的傲计是伟大的 就是它出现于肉身 受证于圣神 发显于天使 被传于义民 渐信于普世 被揭于光荣 优优独的 各种 感谢观看